台北市第二殡音館 最后确定选名叫做 淮爱館 之前为了取这个名字呢 招开了一个真稿大赛 结果有非常非常多的地域谐音跟 冰雪奇缘 祈祷往生者能够平安顺利 先来洗澡 Bingo Bingo 磨两小时开语 葬寿司 冰雪奇缘 冰运火之歌 冰原力写之 没有台湾人放弃谐音 真的台湾又太难啦 台北市第二殡音館 最后确定选名叫做 淮爱館 结果接下来二殡改叫淮爱館 淮爱館 刚刚之前为了取这个名字呢 招开了一个真稿大赛 结果有非常非常多的地域谐音跟 那我去搜寻了原贴文 发现大家还有创作里面 这是冰雪奇缘 祈祷往生者能够平安顺利 前往西方进一切原来无论 再来调查兵团 哇 试着只是去了墙外的世界探索 是人类的先锋 海的另外端是自有 国宾饭店 希望入入者有如兵制如归 虽然很想 这和五星好兵 兵客运渐不绝 新兵日记 就投胎转世可以重新开始 在冰沟冰沟 每两小时开一局 还有一些相当实用的 像是司乐兵 饮兵式茶几 健达兵分乐 跟葬寿司 只能说台湾人实在是太有梗了 连殡仪馆的命名 都可以变成一场谐音大赛 好绝啊那个 下道生附产科诊所 下道生 我觉得夜市也是文案高手聚集的一个地方 讲东讲西 独家口味 还有一家店叫台积殿 其去当里面有玩具 优格里面有什么 不知道 优格里面有包青天 为什么 你看你看 既然我是在干嘛 台风优格 包青天 冰的 冰的你知道什么吗 冰的 冰的饮料呀 有一天香菇走在路上撞到了橙子 然后他很生气的对橙子说 你去死吧 然后橙子就死了 为什么 不知道 因为冰要成死 成不得不死 香菇就是菌嘛 菌菌 大家好 我是查理布朗尼 我发现中文在台湾的运用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一个小小的字的改动 就能让这个词起到一语双关的作用 这就是著名的谐音梗 我发现谐音梗是刻在台湾人的DNA里的 小到日常的对话交流 大到电影的名字遍地都是谐音梗 最有趣和最显而易见的应该就是 街边的店名 台湾大街小巷貌似都会有一到两个娃娃机店 我也没有很懂 为什么台湾的娃娃机店会那么多 而且店名大多都是用的谐音梗 比如货源甲 甲宝玉 疯狂甲斯汀 阳光夹男 还有一个夹给我好吗 男生带女生去这家娃娃机店 男生对女生说 夹给我好吗 女生没有答应 男生可以顺势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指了指店名 不好意思我是说夹给我好吗 夹个娃娃 第二个部分是餐饮类的 大多来自夜市的摊贩 我觉得夜市也是文案高手聚集的一个地方 想东想西 独家口味 茶来生手 还有一家店叫台鸡店 今晚我们去吃炸鸡吧 好呀吃哪一家台鸡店 还有一家今年桂根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真的会以为 这是在突如其来的问年龄 我清朝的今年386岁 请问有大肠面鲜根麦吗 还有都可以 可了喝什么都可以 那是什么都可以 还有一个最好笑的香奈鹅 是人物那边一家卖鹅肉的 老板把台湾人不会发 儿这个音也写出来了 在澎湖的时候 看到有一家彭鱼宴 记忆深刻 这次做视频的时候 就让澎湖的朋友帮忙拍一张 没想到他拍过来的是澎湖医院 第三个部分就是大楼名称 我想谐音梗竟然被玩得这么无处不在了 那大楼暗民有没有被善用 我一搜还真有 非常满意大楼 真心如意大楼 真幸福大楼 如果用他们造句的话就是 我住在这里 你们真心如意的对我 让我感到真幸福 我非常满意 诶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到一个 好绝呀那个 夏道生妇产科诊所 夏道生妇产科诊所 夏道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这些琳琅满目的店名 成了城市里的幽默大师 让我们开心 当然谐音梗也会慢慢存在在我的生活中了 最后大家有什么好笑的谐音梗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拜拜